尚未等少女再说些什么 少年目光无意中往空中一扫 目染一声惊呼 怎么了 少女有些诧异的催生问道 随之也忘了过去 少女俏脸的面孔上 同样现出了大吃一惊的表情 只见在不远处的高空 竟多出了一道怪异的人影 这人影实在太怪异了 明明是一名人类男子 却是背后生出了一对巨大的羽翅 而羽翅竟然有青白色电光闪动 却是无声无息 竟丝毫声响都没有 下方一杆低节修饰 竟无一人发现此人的存在 要不是少年刚才无意中朝此方向望去 恐怕二人也是一直茫然无知 而这名男子双手倒背 根本看都不看 明明离他们不远的少女等一杆人 只是背对着他们抬手往远处望去 似乎在看什么东西似的 但四周除了几朵白云外 到处空空荡荡 哪有什么东西存在 这是什么 难道是高级妖兽 少女出身一个修仙小世家 倒也看过一些典籍 自然知道画形妖兽的存在 面色瞬间煞白 不可能的 我们霍州虽然有些偏僻 但也不可能有高级妖兽 大白天现身的 多半是哪位前辈吧 那少年目瞪口呆之语 竟还能转眼间做出正确的判断 倒也真是不易 说也奇怪 明明相隔如此之远 空中那名带翅男子 却似乎一下就听到了二人之言 木然转手 刷的一下望了过来 正好对上了这二人的目光 结果这一对少年少女 一看清楚对方面容 顿时心神骇然 砰砰直跳 这倒不是对方长得多么怕人 说实话 此人除了双目清澈之极外 怎么看 也只是一名相貌普通的年轻男子 但是让二人害怕的是 青年男子的眉宇间 竟多出了一只乌黑的树木 此目眼珠目然 毫无表情 让人遗忘之下 通体生寒 这是什么 难道这人是高洁妖兽幻化的 否则人类怎会生出第三只眼睛 这一对少女少年 骇然之下 都情不自禁地闪过了此念头 可就在二人未来得及 向同门提醒之时 空中青年忽然一回首 一道乌光从其第三只妖目中 击射而出 一闪不见了踪影 随即附近空中传来了一阵 轰隆隆的闷响 白光一闪 一道人影竟从虚空中 诡异地现行而出 距离青年只有数十丈远的样子 仔细一看 这人竟是一名 看似六十余岁的老者 扎着三角发迹 双足赤裸 一张长长的马脸 极其地惹人注意 但这老者一出现 立刻也不言语 单手朝对面狠狠一抓 空间波动一起 青年头顶上 顿时一只 晶莹蛋黄的大手浮现而出 闪电般地朝下一把捞去 但青年似乎早有预料 背后双翅只是一栋 人就在原地化为道青湖 随之消失了 下一刻却出现在附近 另一处地方 但脸色以下阴沉的厉害 风老官 你追我已经足足有疑愿 明明知道无法困住寒冒 还苦苦追着不放 到底是何意思 青年双眉一挑大喝一声 声音仿佛炸雷般在附近空中 轰隆隆作响不停 下边原本在观战的那些低节修士 不及防之下 大惊地向空中望去 就两耳污名大起 纷纷站立不稳 栽倒在地 有些修为低下的 干脆两眼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只有少数 有法器护身和修为较高的 炼气器修士 还能保持着神智的一丝清醒 但是他们也浑身骨软 无法起身分好 只能勉强冻下脖梗 吃力地望着空中的前辈高人 脸色灰白无比 这些清醒的修士 自然就包括了 首先发现空中异象的 一对少年男女 他们和其他同门一般 都同时暗暗叫口不迭 若是平常 他们能遇见一名高洁修士 自然是天大的机缘 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但是遇见两名高洁修士 在争斗的话 却是相反的情形了 无异于大难临头 这些清醒的少年弟子 不禁都露出了恐惧之色来 有关高洁修士斗法的可怕 他们虽然没有亲眼见过 但是从门中长辈口中 不止一次听到过 无论是哪一位说起此事 都是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能逃多远 就逃多远 万一被高洁修士的争斗 危能波及到了 他们绝对是死路一条 而在那些高洁修士眼中 练气期的修士 绝对不比一只蚂蚁墙上多少 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存在 而有丝毫的顾忌 你杀别人也就算了 但竟将封某的后人 当着老夫的面灭杀了 老夫又怎么能轻易放过你 我就不信区区一名 元英妻的修士 还真能再坚持多久的 老夫拼着孙昊十余年寿缘 也要将你拿下万罪 麻脸老者确实一脸煞气 接着手指远远一点 那只晶莹的黄色大鼠 一个盘旋 一下化为一道黄光 再次向寒历一拍而去 青年背后双翅一动 再一次在原地消失 随即又在二十丈外 另一处地方现行而出 但是眉头一皱 满脸的郁闷之色 青年自然是刚将 阴罗宗大闹一场的寒历了 而对面的麻脸老者 却是寒历在斩杀最后一名 阴罗宗长老时 无意中惹上的一个天大麻烦 此人竟是和一名阴罗宗长老 有些渊源的化神修士 一说起此事 寒历自然也是大为的懊恼 当时怎么就鬼使神差 选上这么一个人 当时若是找其他几位 阴罗宗长老抢夺鬼罗藩 完全可避免此事 说起来当时这位疯老怪 正和那阴罗宗长老走在一起 并未显露修为 显露的也只是原因初期的样子 他在暗中观察并没有看出任何不妥 故而没将此人放在心上 当即设计将那阴罗宗长老引出来 马脸老者竟意外地突然出现到他动手之地 正好看见他一箭斩杀阴罗宗长老的一幕 如此一来 马脸老者顿时暴跳如雷 显出了化神器的惊天修为 并马上攻了过来 若不是韩力 风雷池和疾风九便实在够玄妙 出其不意之下 恐怕还真遭了这位化神修士的毒手 但他心中吓了一跳后 自然毫不犹豫地施展风雷顿开溜 否则按照他原先的打算 即使阴罗宗将所有外面长老全部召回宗内 他说不定还会潜伏在阴罗宗附近数月 看看是否有机可乘 但现在竟然意外撞到了一位化神修士 他自然马上抛弃此念头 逃之夭夭 这倒给了阴罗宗无意之中 留下了一丝喘息之急 以他现在的情形 这化神修士就是他在此界唯一的忌惮 可让韩丽无奈的事情又发生了 那被追杀的阴罗宗修士 似乎和这马脸老者大有渊源 对方似乎不惜消耗精元 一路紧追不放 偏偏他施展的顿数 虽然比起风雷顿差了一点 但化神修为加持下 却也没有相差太远 而他身上也不知道被对方做了什么手脚 每当甩开一段距离 想要潜藏起来的时候 却总能被对方不久就准确无误地追上 韩丽匆忙检查了身上树变 并未发现什么异样 这让韩丽对风老怪越发地忌惮起来 干脆和对方打起了消耗战 打算依仗万年灵业在身 将对方法力硬生生地耗尽 然后再甩开对方逃之夭夭 但在半个月后 韩丽就无语了 不知这位马脸老者身上是否存有万年灵业 和他竟一前一后 横穿了数个周郡 竟然和其一般 身上灵气丝毫没有减退的样子 不过以对方化神修士的身份 真有万年灵业在身也倒不稀奇 他反而差点数次被对方真的堵住 不得不用宝物略微周旋一下 才能再次马上溜掉 在这期间数次接触中 韩丽自然也和现在一般 试着看看能否说服对方放弃对自己的追杀 对方明显并非因罗宗的修士 倒也不一定非要拼个你死我活 但这自称疯老怪的马脸老者 似乎因为迟迟无法追上他 而是恼羞成怒 竟什么都不顾 一口回绝 反而说了一些让吉早点束手就擒 还能少吃些苦头的威胁言语 韩丽听了这些话 自然直翻白眼 更是不加理会 如此一来 二人就一前一后追逐了数日 终于来到了此处 这时韩丽终于停下了脚步 决定和这化神修士 好好硬碰硬一下 看看自己到底和这化神修士差距有多大 只要让对方明白 即使能灭杀他 耗费的精元也绝对是对方承受不起的 对方自然会放弃了追杀的念头 毕竟如此下去 他如此频繁地动用风雷翅 轻竹风云剑中储存的辟邪神雷 可有些不够用了 到时可就真麻烦 当然韩丽不知道 现在身后跟着的这位疯老怪 在惊怒之鱼心中早就嘀咕不已 同样是暗自大感头痛 韩丽远超普通原鹰后期修士背叙 在对方眼中自然一目了然 根本无法掩饰 最让老者头痛的是 韩丽的风雷翅诡异顿术 这位疯老怪自持自己的顿术非同小可 但是以化神修士神通 还频频无法堵住对方 数次让这位原鹰其小辈 在眼皮子底下从容退去 这就让马脸老者有些骑虎难下了 说起来那位被杀殷罗宗长老 也并非和其真的有多深的感情 只不过是他一个关系颇近的后裔 但以其受缘 虽然不知道多少倍的后代 但对方一收到有人 大肆对宗门原鹰长老下手的消息 以为是其他的化神器修士出手 顿时跑来这位老祖宗面前寻求庇护 因为对方是为数不多 还知道他存在的后裔 一时摸不开面子 倒也心软答应 在他以为大进的化神修士就那么几位 无论是殷罗宗触怒了哪一位 从而对殷罗宗长老大开杀戒 看自己的面子 也自然不会对自己的子质动手 为此他还特意给自己这位侄子身上 施展一种独门秘书 可以其他几位相熟化神修士 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同时又派人向这些化神修士询问一下 到底对殷罗宗下手的是哪一位同道 做完这一切后 他用秘书掩饰修为 准备护着这位后辈返回宗内 然后就不再过问此事 至于殷罗宗的死活 又关他何事 马脸老者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途中因为一时大雨 竟被韩丽当着他面 出其不意地斩杀了这位殷罗宗长老 若是其他化神修士 马脸老者自然没有必胜的把握 他也就忍气吞声一回 毕竟他们这个级别一旦动起手来 那寿元流逝可实在是得不偿失 但是一看清楚动手的是韩丽 只有原因后期秀为 这位一向自视甚高 同时性子火爆的疯老怪立刻大怒 立刻就要出手灭了韩丽 可偏偏韩丽的顿术和神通 都远超其预料之外 他也一连追逐了月许时间 就没有得手 害得他不但受缘已经亏损了数年 就连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小瓶万年灵夜 也已被迫用掉了小半 若就此放手不追 马脸老者一方面起火难下 胸中这口恶气实在难消 另一方面 自然是见韩丽 接连动用的数件宝物都非同小可 也不由地动了几分贪婪之心 韩丽见对方一副不肯罢休的样子 心中也是愤怒之意见生 自从他进阶到原因后期 两剑通天灵宝威能 从来都没有真正全力显露过 再加上终于凑齐了72口耕金飞剑 大耕剑阵一旦布置开来 威力到底能有多大 自己都不太清楚 但化神级修士陷入其中 也多半无法全身而退 这一点他还是有自信的 更何况他还有心弄明白来历的 灭仙珠两颗作为杀手锏 虽然心中早就衡量了数遍 但韩丽沉着脸孔再细想了一遍 觉得的确可以和对方一战 当即在两只黄色大手 再冲自己抓来后 就不再动用风雷翅躲避 而是一台手 刺目金光一闪 自拉一声 剑光竟将大手直接斩成了两半 才溃散消失了